首先我要特别感谢怀恩堂 有这个美好的场地 让我们今天有这个音乐会 也特别谢谢郑英荣老师的邀请 还有Stephanie Joseph 还有各位弟兄姐妹 在旁 从旁协助 今天这场音乐会呢 我为大家选择了几首的乐曲 有一些是给小提琴读咒 有一些是小提琴跟钢琴 我想音乐呢 其实是让我们透过音乐 我们能够揣摩到上帝的一个途径 我想今天呢 我所选择这些音乐呢 希望我们能够思想到我们的上帝 希望我们能够从诗歌当中 来想到我们的上帝呢 是怎么样的一位上帝 开始两首曲呢 是一个无伴奏的 表明无伴奏的曲 第一首Prelude前作曲呢 是巴哈这六首无伴奏的 作名曲跟主曲里面 第三首主曲的第一乐乐章 叫做Prelude 然后第二首呢 是另外一个作曲家叫Ezai 他也写了六首无伴奏的作名曲 他的第二首作名曲的第一乐章 也是叫做Prelude 在所有作曲家当中呢 巴哈应该算是一个最虔诚的一个信徒 他本身是一个路德宗的一个信徒 他很多他的作品呢 在结尾的时候呢 都会牵着Solidio Gloria 意思呢就是唯独上帝的荣耀 所以我想巴哈呢 他希望让他这个基督教的信仰呢 能够渗透他的作曲 也能够影响到他整个的生命 Ezai呢 他是一个二十世纪初的作曲家 跟一个小狄情家 他本身是一个很虔诚的天主教徒 他也对巴哈非常的仰慕 所以呢 他就模仿巴哈这六首无伴奏的 咒名曲跟主曲写了他的这六首的无伴奏咒名曲 今天呢我要谈的是第二咒名曲的第一乐章 这个第二咒名曲呢 他的外号叫做Obsession 他引用了巴哈的第三首主曲当中的第一乐的片段 可是他在这个片段当中加入很多非常粗暴的乐句 然后在这个乐章里面 他也引用了一首源自十四世纪 或者更早的一个宿歌 一个教会的那种圣勇 这个叫做Days Area Days Area是拉丁文 意思是愤怒的日子 是形容上帝在末世审判的那个光景 我想请邵三帮我先把这个 原来这个Days Area的一部分的旋律弹给大家听 所以我们会在Izai的那个乐章当中 听到他怎么样使用巴哈的那个第三首奏名曲 主曲然后也把这个Days Area放到里面去 所以请为大家演奏巴哈跟Izai Zither Harp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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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